这树 我好像在古籍上看过 叫做什么 什么 弟兄 据说紫树果实 吃了能够静心不怒 对对 想不到凤大哥知道的东西还真不少 巧为何如此讶异 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学识渊博的模样 不知道这里找不找得到 让人不自吹自擂的果子 又在斗嘴了 这里的确感觉一片祥和 与琉璃幻动截然不同 而且 与木月之前所形容的景象 颇为相似 或许 此处真不是妖灵的居所 这里 木月 你对这里有影响 嗯 这里和清灵谷很是相似 清灵谷 虽然和我记忆中的清灵谷 样貌不同 但同样有着平和 安详的气味 我记得 他 相当喜欢那里 又是那个他 贡公吗 贱木化形之人 哦 不是啊 木月姐姐 你的意思是说 在这里也许能找到那个贱木化形之人 那不是太好了吗 我们赶快去找他 请他帮木月姐姐回家 可是 这也说不准 毕竟已是那么久远的记忆 变化 实在太大了 走吧 不向前走 是找不出答案的 司空大哥说得好 嗯 这个游戏男主角实在是太过闷的 就是个性太温了 其实男主角的个性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问题出在他还有一个女主角也是这么闷 这 这就不行了 这问题就大了 你们能够想像那个凉公春日里面有两个长门的存在吗 那凉公春日这还看得下去吗 太闷了 这会想睡觉 诶 衣服 我又忘记换衣服了 看起来 这里没有其他人 不许 此地真是凑巧和木月姑娘记忆中的故地相似而已 你们看 那朵花的底下 有个奇怪的东西 大家小心 此处 可能也被妖灵占据了 妖灵 可为何 出现了一股与天地共存的自然之气 哇 你们是要来取回京元的吗 好 那就让老夫试试你们的能耐 诶 这个声音超级好韌诶 这不是剑侠的那个师傅吗 一模一样 超好韌 这个神仙 好啊 呢 噢哦哦哦 你们倒还真有点本事啊 不错 不错 老夫在此无聊了上千年 总算出现像你们这样的人 让老夫可以好好拉拉筋骨 有熊氏有你这样的后代 也算值得欣慰了 可恶 这妖灵竟然没死 妖灵 你怎么知道 我是有熊氏后人 什么妖灵 老夫是神 伟大的古神 区区凡人血脉 老夫当然看得出来了 古神 难道您是那位猎山氏族人 没想到有人知道老夫的来历 小丫头不错呀 有眼力 不愧是通过老夫考验的人 可是外头明明写的是忌神词啊 我记得忌神并非猎山氏一族 而是一位叫后忌的人 据闻后忌曾得神奇相助 带周族人种植出各种古物蔬菜 因此被尊为神奇剑祠祭拜 对对对 凤大哥说的没错 我也记得是这样的 什么 那怎么可能 老夫是古神 古神 等等 周族 听你们这么一说 老夫想起来了 老夫以前似乎传授过一个 叫做气的小子开田辟野的方法 哦 原来那小子后来被尊为祭神了呀 不错不错 不枉老夫细心教导 所以外头的神词是建来祭祀那小子的 不是老夫 比起尊敬老夫 是人更崇敬那小子吗 老夫被遗忘了吗 事情应不是您所想的这样 方才在外头 我们见到神词内的神像 与您的形象相似 由此应可证明 此神词是建造来纪念您的没错 或许是因您的事迹太过久远 人们不负记忆 真正要祭祀的神奇为谁 但仍敢怀您的功德 才以五谷之手记为您 遵您为神 是这样吗 那好吧 叫老夫记神也无所谓 你这孩子怎么还拿着武器 不是已经通过测试了吗 难不成你还想打 不不不 他只是想刷刷蠢在感 不然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他 你们不是来挑战试验的吗 难道老夫弄错了 老夫看到有熊市的人来 一时间太开心 没问来意就开打 我很保持啊 很抱歉啊 我很清理 便当多年 慢慢 Wales 疯望 NOT 和 白 ris 等回憶和陣裏再說吧 要吃東西嗎 看老夫的吧 還好還好 我還以為他要把自己的鬍子拔下來給他吃 這些果子好香啊 你看他鬍子裡面有很多什麼番茄之類的水果 這是當然 老夫可是古神啊 你看這個鏡頭又給那個禿頭特寫了 有必要一直強調他的禿頭嗎 小東西 喜歡吃這些嗎 欸 這 這邊有點猥褻耶 你在笑屁喔 我剛才明明還對自己的迷惠那麼介意 怎麼一下 就又不當回事了 但 他看起來不像是什麼惡人 從前曾聽聞 獵山是古神 就是像這般大而畫之 但他十分熱心 良善 你認識他 你認識他 我曾聽姐姐說過他的事件 是神話傳聞 不是神話 是真的 如今神奇 真的出現在眼前 的確無法只當成虛假的故事 不過這裡看起來 和劍目與那劃行之人無關 等阿喬用餐完 我們就離開 到別處再找看看吧 嗯 這些果子好好吃啊 謝謝你 古神 小姑娘 再多說幾句讚美的話 給老夫聽聽 這有什麼問題 謝謝你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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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你們來這兒 如果不是為了求 劍目晶圓 飛升天界 那是要來做什麼 天界 劍目晶圓 您是說劍目晶圓在此地 是 是啊 老夫未報那 宣圓是小姑娘的恩情 在這裡 守護京圓上千年了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那贱墓还存在于世上吗 贱墓 贱墓也早就被毁去了 故神大人 您愿意跟我们详细说说吗 好 要从很久以前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 人间曾遭到魔神摧残 哎呀 那个魔神为了让自己的种族 毒霸人间 造成许多人家破人亡啊 后来有个轩辕式的小伙子 获天帝爱女之助 弥贫斗乱 除了击败魔神 他也禁锢了造成人间汉象的汉拔 让世间回到了安乐的日子 谁知道 后来天帝爱女 竟自人间失踪 天帝震怒 于是打开天门 让许多人如轩辕氏一般 登天取得神力 只要他们答应为他找回女儿 此举却在世间造成了动乱 于是宣元氏之孙专须 想出了对应方法 实行决地天通之术 断绝天帝连剑 这才终结了妖物魔神在人间作乱的情形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 专须杀了贱墓化刑之人 毁去了天帝贱墓 可是后来某日一个宣元氏的小姑娘 竟带了个理应遂为粉尘的贱墓晶元前来 那个小姑娘啊 似乎费了许多苦心 才把晶元重制 她恳求我用神力帮贱墓晶元复苏 而老夫那个时候啊 还在烦恼要如何协助百姓 重建被洪水糟蹋的田地 便与他交换了条件 我呀最厉害最拿手的 就是跟植物有关的一切 照顾植物晶元对老夫来讲 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 这就是他托付给老夫的原因 但不知为何 那小姑娘说 轩元氏对不起天帝与剑墓化刑之人 只有当他们为赎罪 找到天帝爱女的情况下 才能将荆元戒出 所以老夫刚看到你们 还以为是找到天女 准备登天谢罪的 轩元氏人哪 好了 老夫把过去的故事都讲完了 你们也该满意了吧 没想到追寻许久 竟会是这样的结果 沐月 她承受得出这份打击吗 故神大人 我有一事不明 若晶元毁损 仙灵不能存活 但剑墓晶元居然已被重聚 是否就表示 能用它让剑墓化刑之人复生 对呀 老夫已经不小心和他们说了这么多 你你你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可能 原来你们也是妄想登天取得神力的人 老夫还跟你们讲这么久 没有天地外女 就别想取手 剑墓晶元 哎哟哎哟 这个 这个是本体吗 感觉 魔化的感觉 怎么回事啊 不然打起来了 怎么说都出一只小鸟的 你以为是蔡康勇啊 根本来看 或许虑 豹 你以为是蔡康勇啊 并且istic 在 BRIG 好 离开 护神 请告诉我 如何复生剑木划刑之人 混账东西 还不死心呢 既然如此 可别怨老夫 好漂亮的石头 不知道值多少卑鄙呢 又是你们 这群人真不会看空气 居然跳这个时候上场 我回去思前想后 总觉得胜了那个郡哥哥的道 所以前来向你们讨天人了 你们竟然还找来了帮手 不是帮手 护神 请您告诉我 如何复生剑木划刑之人 别想 怎么好像变得越来越混乱了 真是一波未变 一波又轻 向姑娘 在下 你 住口 别以为又笑成这春风满面的模样 我向姐就会再上当 去 跟外面的说 再多拿几个麻袋剑 是 真没想到 跟着你们竟能来到这一境 这里各种奇花真青 真叫人大开眼界 既然来了 又怎能空手回去 这些 全都是卑鄙呀 赚到了 你愚蠢而贪婪的凡人哪 你们怎么配活在世上 还不快快受死 就是出来领便当的有没有 这 这什么要说 救命 我是无辜的 不要打我 冷静 怕什么 哼 既然你们要断我台路 就别怪我了 来人啊 放把火把这里烧个干净 天哪 哪里来的胆子啊 打狗也要看主人啊 这森林的主人是谁 惹得起吗 你们 不 不可以 不要伤害他们 为什么 你们这些恶人 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为什么要破坏这里 他们什么也没做 都是无辜的呀 可恶 又把这种手段 存心要置我们于死定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们快过去帮忙灭火 救救这些生物 哇 这个又是什么展开啊 凭你们这几个我就不信你们打不赢他 打不赢就算了还可以跑了 这实在是 换衣服换衣服 老夫这算什么神的竟然无法阻止那群恶人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夫真没用 没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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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既已我 才会引来他们 才会引来他们 力量 这逐渐回来了 不是只有华须人才有这般体恤自然生物的力量吗 可可可 可是华须 不是已不存在于人间 啊 啊 嗯 绝地天通之后 世间再无华须 也无人知晓 华须国的所在 小丫头 你当真是华须人 直接问出来不就好了 哎呦 心灵感应在对话 哎呦 是老夫问了蠢话 这与大自然相融的灵力怎么会有假呀 可是 你为何会再现人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如今若要回去华须谷 必须经由贱墓 而贱墓化形之人 能替我召出贱墓 难怪啊 你方才一直问老夫 如何复生贱墓化形之人 原来是因为如此 老夫错怪你了 华须丫头 不要紧 那你如今能否告诉我了 畐生贱墓化形之人 改变白年 这二 che 也是 那天 你不知 而这些hole 因为小姑娘只能把剑墓晶圆 交给找到天女的渲源侍人 让她照出剑墓 待天女归返 五神 请听我说 天帝的爱女已经不可能回来了 因为 我严禁于此 天帝爱女的所在地 是必须死守的秘密 无法奉告 天女回来 只会让人间成为交徒 相信您也不愿看到 请您放心 虽然是由我借走剑墓晶圆 但我会代替您与那位姑娘 好好照顾晶圆 不过呀 给晶圆跟了老夫这么久 倒也有了感情 分开不太容易啊 像当年 这是 这是剑墓的晶圆 我费时许久 用尽心力 才将它找齐重聚 怎么可能 小姑娘 你狂老夫的吧 剑墓早就被毁去 哪还能找回晶圆 不过这晶圆 的确有着一股 不凡却微弱的灵气 这当真是剑墓晶圆 联山士 请你帮忙 说说看 我想借你擅知万物的能力 修复剑墓晶圆 剑墓的晶圆 毁损实在太重 我虽能将它重聚 也无法让它恢复原状 但如果有 练山是你的力量 再加上我的方法 那么 有朝一日 它定能完善如初 这倒也无妨 近来外头不太平静 老夫先去帮百姓们重整田野 约莫三五年后 再回来做这件事吧 不可以 会功亏一篑的 联山士 我求您 重整田野之势 暂且延后 只要晶圆修复 尚有所成 您也可以利用晶圆内的自然力量 协助百姓 见识 岂不是半功倍 你说 老夫可以利用 这晶圆中的力量 而且 他会开心的 他本来就喜欢 这世间的各类事物 那个弹琴变态遇到的女孩子 现在是这个 宣言室的妹子 被协助百姓 离开了一阵子 等老夫回来的时候啊 小姑娘却不见了 而在这里 生出了一朵 从没见过的花 就是这朵 蓝色的花 这洪泉水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 记得当年呢 那小姑娘每天一边照料 贱目惊元 一边流泪 老夫还猜想 这洪泉水 说不定是她的泪水呀 什么 这朵花 是那位姑娘编的 这谁知道呢 我许丫头啊 就依你说的办吧 反正把晶圆交给你们 老夫也谈不上违背了 与那位姑娘的约定 老夫就专心守护这里的生物吧 虎神 您把剑目惊元交给孟威姐姐 是愿意教她 如何复生那剑目化形之人了 可以这么说 谢谢你 无神 华须丫头 你有一群关心你的朋友呢 但是 华须丫头 你这条回乡之路 可不好走啊 你本来 轩辕世人带回天女 可借着天女本身的灵力 无视天时地利 即可透过剑目登天 老夫是说 附生剑目化形之人 会较为容易 而且 当年剑目惊元受损实在太严重 即使到了如今 老夫也不敢说它已经修复完成了 但如今 老夫已没有守护精元的必要 就让老夫 祝你们一致之力吧 如此算是修复了吧 如今啊 如今哪 你只待找到原形木身 便可依天时之地利处 召唤 召唤 不对 附生那跨形之人 谢谢您 谢谢您 古神 请问 赵出剑目需要天时地利 分别是指 要是老夫没算错 时间是 月余之后的一个日时之日 这一点都不会不轻易啊 那是华须丫头运气好 那地利呢 当初华须国是自绝地天通处消失 那么找到绝地天通处再施术即可 绝地天通处 但我也必须先到当地 才能认出 地点可以再找 不过 方才听古神您说的原形木身 似乎是 附生剑目化形之人的要件 不知该物现今位于何处 小姑娘跟老夫说 原形木身 被他兵存在西南方一处 雪峭冰封的天湖里头 哎呀 神力差不多快用光了 老夫累了 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之后外头的结界会再复原如常 不过有个小伙子你在 你们要进出结界应该也不成问题 小伙子啊 小姑娘还留了一点力量给我保管 不用也是浪费 如今交给你 你可要好好利用他呀 给我 是啊 全身好像充满了力量 是啊 全身好像充满了力量 血缘 什么 他是轩缘后人吗 太好了 木居姐姐 我记得我昨天还有帮这个游戏讲过话啊 说自从玩过古剑2以后 在玩这个游戏 不会觉得剧情量很多啊 但今天我觉得我错了 是两款游戏 半斤八两 找了这么久 终于有点结果 得到了剑木晶圆 接下来只要再取得剑木原形之木 找到绝地天通处 附身化形之人 木居姐姐就回得了家了 嗯 虽然听起来还远得很 再远 都要完成 嗯 明白 凤大哥 你说是不是 凤大哥 什么 我说 再麻烦都要帮助木居姐姐回家 嗯 是 凤大哥怎么了 笑得有些勉强啊 凤大哥 这里看起来 真的没有山洞者的线索 接下来 还要查谈别处 又在 又在发达 这也太明显了吧 他还打这个 你们做什么 宣言似的后 你哥哥这种眼神看着我 的主意吗 虽然在杜广之夜查谈的结果不如预期 对天之血脉的谣言 无法有更进一步的突破 但至少剑木一事 也算是有些没目 不能说没有斩获 我会非应传信 让师父知道 而后继续护送木月姑娘 前往雪峭冰封 嗯 好了 雪峭冰封屋似乎是个冰冷寒荒之地 出发前最好做些补给 这附近唯一的补给店 就是义和镇 但向姐是那里的首领 若遇上他 又有麻烦了 虽然这附近 只有义和镇一个村庄 而我们里又有个挨不着饿的 这可怎么办呢 大不了我忍着点 路上多大些野味 好吧 反正速去速离 保持低调 如果真的对上 我想 我们也不会败 伤都吗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个游戏就算 我破关了会到不到 到不了伤都啊 我有看了一下 那个攻略本的地图啊 好像没有叫做伤都的地图 所以我才这样讲 所以我才这样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